欢迎两位 在一起已经七年了是吧 您是离过婚带着一个孩子的 您是至今 没结婚 至今没结婚 男孩女孩来着 怎么样他们俩关系 关系我认为挺好的 挺好的 那今天来我们这干嘛 反正就是生活上一些琐碎小事情 想通过大家帮我调解一下 什么事要调解 首先我先说吧 我从小母亲改嫁 父亲呢前几年也去世了 从小就是得不到家人关爱 后来呢我遇到他 比我大五岁 还离过婚带寒 这些其实都不是主要的 我看中他呢 就是比较善良 会照顾人 所以呢我们俩走到一起 挺好啊 后来呢 过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我就觉得他呢 从原来照顾 对我越来越苛刻 嗯 让我在家天天透不过气了 哦 我能问一句吗 嗯 您俩现在是情侣关系 还是夫妻关系 情侣关系 情侣关系 怎么这七年了还没结婚呢 我跟他说过结婚 他一直都不同意 哦 您不同意跟他结婚 为什么呀 主要是因为他呀 就是不是特别成熟 就是身上有很多这个问题 我觉得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呢 就是还不能结婚 就您已经带了他七年 管他七年了 还没管过来呢 就是其实很多事 您让他说吧 哦 行 来 首先呢 他就是 有洁癖吧 哦 每天我下班回家 必须给钱去卫生间 洗完澡 换上自己的家居服 才可以进屋 比如说今天 我累了不想洗了钱 直接坐到沙发上 比如说换鞋吧 也不小心脚踩上地上了 也不行 被他发现了 他就劈头盖脸 熟了我一顿 完了他说 这个沙发上 有多少多少细菌 我觉得他有点太夸张了 还给药 我给沙发消毒 我觉得没有必要 你自己什么职业 你自己不知道是吧 环保公司的员工 你每天接触的 都是甲醛 和一些个杀虫鸡 这些个东西 都附着在你的衣服上 回到家之后 你直接坐沙发 躺床上 那些小虫子 虫卵 细菌 都爬得满屋都是 你肉眼看不见 但不代表没有 那你也太夸张 你想洗菜 就在家洗菜吧 一盒菜 当你洗完之后 还剩半盒菜 不因为菜上 有点黑点 你就整个菜扔了 要你这种做法呢 咱家每次必须 给买三颗菜 才够你炒一盘菜的 叶子上有虫眼 那必须要扔啊 现在的虫子 都已经有这个免疫力了 杀虫药都已经 杀不死它们了 对吧 而且一颗菜价值多少 上医院挂号费多少 你对比过吗 这些生活上的细节 你关注过吗 那你也太夸张了吧 对吧 不买菜 跟自己点外卖 那你也不行 外卖来 本来就为了涂漏方便 在餐盒里直接吃 不完吗 你不行 还费点 都在自己家碟子里边 而且吧 你还拿勺 崴中间的心 菜挨到餐盒地方 你全都扔了 多浪费 菜是经过高温加热的 那个餐盒 都是塑料做的 这个接触过之后 产生那种致癌物 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本身我就不想点外卖 是你非要点的 要是你这样觉得 我事多的话 以后外卖就干脆别点 外卖也不让点 在家里吃饭总好吧 前一阵 我们朋友要求我们俩 去他们家吃饭 人家做一大堵菜 都挺好的 等准备吃饭 人家把碗筷都准备好了 他从包里 拿出两副筷子 你一副 我一副 告诉我咱俩 拿这块吃饭 还不算完 他拿了我朋友家的碗 去厨房 拿开水烫一遍 消毒 当时我看完朋友的脸 都绿了 我自己也觉得 非常没有面子 你那个朋友 他有胃病 我都跟你说了 别去他们家吃饭 你偏要去 我在网上都查了 这个胃病的患者 就是携带这个 幽门罗杆菌 是致癌的 知道吗 而且他会传染 咱俩携带回家 再传给孩子怎么办 你那个朋友 根本就不替 咱们的身体着想 他自己心里也没点书 他这种情况 就干脆别请朋友 到家里吃饭 要这样的话 以后你的朋友 咱就别来网了